近年来中国下饺子的速度不仅让外界叹服 尤其是在2015年之后 五个造成厂的建造工作几乎一直处于饱和状态 根据推测 目前055驱逐舰至少有6艘正在建造 还有一艘航母正在接受细装工作 当然中国不仅要推荐军舰制造 也要让民用造成业齐斗并进 近日江南造成厂又下水一艘新舰 9月12号有相关网站报道 中国首艘自主建造的极地科考破冰船 雪龙二号正式在上海市内下水 预计会在2019年建成并投入使用 值得肯定的是 这是继雪龙号第一艘国产破冰船 打破多年来国外垄断我国破冰船领域的格局 要知道第一艘雪龙号在1993年从乌克兰引进 从那个时候开始 就是我国唯一能在极地兵区航行的船舶 也是我国唯一能进行极地科学考察的船只 为此各国可不止一次在我国面前搬门弄斧 因为中国只能引进他国产品 如今随着雪龙二号的问世 相信没有谁敢置疑我国的能力 在科学考察装备上 雪龙二号实现了科考系统的高度集成 科研人员可以展开多方位的增和调查观测 在设计上 雪龙二号位居畅当了更多的便利 更重要的是 雪龙二号突破了两大最新 其一是采用双向破冰船设计 据说这是全球第一艘采用船手 船尾双向破冰技术的极地科考破冰船 可以利用船尾的两个大型吊舱推进器 实现360度最有转动 同时该舰能以两级到三级的航速 在1.5米冰后和0.2米雪后的环境中破冰航行 甚至可以突破截区20米当年冰级 满足无限航区要求 全球航行能力 其二便是智能款 雪龙二号安装了一套 即智能航行智能能效智能机舱的增和平台 在船上安装设置了7天多个智能感应神经系统 即使在极其复杂的环境 也能及时收到相关信息 有张家表示 我国首次在破冰船上加张智能机舱系统 未来将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 极力科考破冰船之一 此外 我国专家特录 对于中国来说 拥有一定破冰能力的极力船是必须的 而且龙二号 这是中国发展极力科考船的一个开始 未来是否要建造核动力破冰船 还需要进一步考证 不过中国要想在冬季 通过北极航道往回运输硬化天然气 核动力破冰船或许是最佳的选择 还有专家认为 依照我国局地科学事业的需求 离建造核动力破冰船 应该也不远 优优独播放了 boca车 吉温 装 给我 ather 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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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